看见没 我衣服后面有我的名字 其实这件衣服还是很有历史的 这是我高中时候 我们整个寝室楼一起订的 不管怎么说 今天因为天气也不是很好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活动 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时间 来和各位谈一谈 各位很感兴趣的设备问题 但是我还有一节课 等会要先去上课 然后上号以后回来 再来和各位讲这个 我卡住了 看看我遇到谁 这是我的老师 刚刚在公交车上撞到他 但是我们两个是朋友 所以说 没什么关系 并不会害怕 对吧 趁他去拿咖啡 我就再介绍一点 这个我们讨论课是怎么运作的 看这边是 一排座位 这是我们讨论课 人很少 一般 十个人 十五个人最多了 小的时候七八个人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讨论 上一周看那本电影 上周我们看的电影 爆裂鼓手 如果说你没看过爆裂鼓手 你必须要看爆裂鼓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把它开餐了 今天我要去的是排名第一位的参观 就是在我心中是排名第一位的 主要是吃牛排 比较贵但是还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还真不错 我走了这么久了才走到这边 从这边穿到学校的另外一边 大概要走50分钟 差不多四五十分钟 你看学校的每个餐馆都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你看学校的每个餐馆都有完全不同的风格 像这边的话主要是以桌球为主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边人在玩桌球 然后别的几家还有那种桌游 然后也有玩那种桌面足球的那种 反正各种餐厅都有不同的游戏啊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有不同的风格 这里有必要跟各位讲一下 我的职位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学校里面有社团 然后我是中国社团的部长 我的部是技术部 然后整个部门都由我来管理 其实只有我一个人 因为肯特大学中国人很少 总共有一万八千个学生 只有六百个中国人 相对来说比例已经算很低了 所以说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事情 我主要做的就是设计海报 然后春节电话演会的时候拍拍东西 做点小的视频什么的 大概就这么点活 你为什么跑到这边来了 你要吃饭吗 对啊 哦 可以啊 搞到这边 搞到了 treasure 这边 啊 得了 啊 一路 ィ 你可以直接躺在地上看 这么大 刚才我看了一下评论 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我的Vlog 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 尤其是昨天的Vlog 我想假如说你注意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 其实我每天我的Vlog都会有进步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一直对自己要求的 就是一定不能够满足于现在 一定要有不断上进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必要跟各位强调一下 让我找个地方 跟各位坐下来讲这样 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上进 非常希望改进的人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看到有个逻辑说 之所以专业运动员更厉害 是因为刻意训练 就是你必须要刻意知道 你哪里需要加强 然后不断去改进这些地方 才能够变得更强 假如说你只是满足于现在 或者是重复进行一件事情的话 你只会待在原地 我也看到有的朋友 做视频入行好几年了 但是仍然没有什么起色 这就是在做重复劳动的一个结果 上进行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定要保证自己 不断地往前推进 这样的话你的毅力 你的创造力 我都不觉得是个问题 所以说一定要天天想着 每天能不能进步一点 到家 现在七点钟 比我想的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还好 我们现在来讲设备 我并不会像做评测那样 把每个设备 都拿出来仔细地讲一遍 太长了 我就把设备的名字放在这边 然后展示一下这个设备 大部分都这样过掉 但是我会着重讲一下 各位很感兴趣的那个花轨 这个花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我正式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 正在拍我的设备 这个是C300 Mark II 这个是Rode MTG3 这个是森海塞尔 AVX 我会特殊找一个时间 来跟各位讲一讲 这个领夹麦克风 大概就是这三个设备 灯的话 这个是i2-1672C 这个是i2-120D 这个是i2-4 LS1S OK 那我们开始 这就是我所有的Vlog设备 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非常有用 现在我就要来讲 我最重要的秘密五次 Edochrome Slider 1 这个是应急鲨鱼 SE 是我最喜欢的传统花轨 超级超级结实 最最最顺滑的体验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 但是你看还是非常的新 但这种花轨的问题就是 假如说你要拍Vlog 你不可能带着这个花轨出去 而且没有电控模块 很多时候你需要电控 来做严实摄影的一些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 购买Edochrome Slider 1 这个是我目前所知最小 最方便 最实用的电控花轨系统 然后整个机身是没有任何按钮的 你只需要装上一块 佳能的LVP16电池 然后它就会开机做一次校准 然后校准完成以后 你就可以开始用了 因为是没有按键的 所以说你需要用手机来控制 但是不像传统的蓝牙那种 你需要很麻烦的去配对啊什么 你只有一个APP 然后点开APP以后 三秒钟搞定了 然后就连上了 然后现在你就可以 电控 这个是我觉得最酷的 然后它不只是 只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移动 你可以改任何速度随便改 然后它可以慢慢的滑 看你这个速度 现在是13% 这个还是很快的 最慢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移动的 用来拍延时是超级有用的 然后它有专门为延时摄影设计的模式 但是我正常不用 因为我相机 我不想拍RAW 所以说我就这样设计了 然后还有循环模式 这个是循环模式 然后承重方面的话 它可以承受一台 24mini C300 Marker 都没问题 大概7公斤到8公斤的承受力 你可以把这个拉过来 把这个拉回来 然后这样它们会有个速度变快 到变慢的这么一个加速减速的过程 这就是这个滑轨 我得说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 除了无人机以外 我最喜欢的一个配件 这就是Edochrome Slider 1 贵不贵 当然贵 贵得要死 但是值不值 这X 不管怎么样 今天先在这边结束 已经7点多了 我需要赶快把视频剪出来 然后我还想早点睡觉 所以说我们明天再见